再来看社区方面的一条资讯 江门武艺青年联合会昨天成立了 来看相关的报道 2015年10月11日下午 新西兰江门武艺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 即新闻发布会在奥克兰都会博物馆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周奥克兰总领馆领事战役会先生 江门武艺海外联谊会代表邝丽萍女士 以及来自新西兰本地的近100位新西兰的华人华侨应邀出席的本次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周奥克兰总领馆领事战役会先生 与江门武艺海外联合会代表邝丽萍女士先后进行了发言 新西兰江门武艺青年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和扩大世界江门青年大会的成效 为广泛联谊海外华人青年精英搭建沟通交流和合作的世界平台 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